聖文森 及格瑞納丁 朵根總督閣下 各位訪團的貴賓 博安卓大使 各位同仁 大家好 非常歡迎朵根總督率團來訪 朵根總督是臺灣的好朋友 曾經在 2008 年以教育部首席教育官的身份來臺交流 在 2019 年我率團訪問聖文森國的時候 也受到了朵根總督的熱情款待 正式是朵根總督第二次來臺 也是首度以總督的身份來訪 意義重大 我要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及人民表達最誠摯的歡迎 我也要感謝朵根總督及聖文森國政府 長期支持臺灣的國際參與 包括在今年 9 月聯合國大會聖文森國的龔薩福總理 呼籲國際社會 接納臺灣參與聯合國以及各項國際組織 對於聖文森國的支持 我們深深感謝 聖文森是臺灣堅實的友邦 這些年來 我們兩國持續加深合作 以生耕在地的精神在農業 醫療公衛以及資訊等領域 積極交流 創造出豐碩的成果 近兩年 面對疫後的經濟復甦 我們兩國也一起推動婦女父權及職業訓練計畫 來協助聖文森國人民的就業 以及在地發展 我們也期待 透過這次的訪問 我們兩國在各領域 能夠持續深化合作 最後 再次歡迎跟總督率團來訪 祝福行程圓滿順利 也期盼臺灣和聖文森國 繼續相互扶持 為世界的繁榮發展 做出更多的貢獻 Thank you